崔永元在爆料,慕赤冯小刚侮辱了一夫一妻制,学藩不配为人妻。 崔永元在爆料,慕赤冯小刚侮辱了一夫一妻制,学藩不配为人妻,今年夏天最火的大战,要数崔永元和冯小刚的口水战。 从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之后,本以为大家以为崔永元爆料的是范冰冰。 可是没有想到最后冯小刚却成了倒霉鬼。 很多人都是不解,难道是因为范冰冰妥协,冯小刚一直强硬的原因吗? 而就在前几天,冯小刚终于忍受不了崔永元的无端指责和谩骂,开始了强烈回击。 他在微博中发了识问崔永元的长微博,本以为会为自己争的更多的观众。 没想到微博发出来以后,评论区就瞬间炸了,而且到目前为止,网上针对这条微博的评论有十万多条。 基本上全都是骂冯小刚的,甚至没有一个人选择站在他的这边来支持他,很多人都说冯小刚回应崔永元的识问,全部都是话不对题,偷换概念,而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一点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回应。 这一点让大家十分的不满。 冯小刚的这识问,崔永元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回击,而且崔永元在微博中发了更大的猛料,很多网友在看了崔永元的微博之后,都纷纷表示,冯小刚还不如不回应,这一回应,就更加证实了他暗地里做的那些不堪的事实。 而且在崔永元爆料的第六问中,直接发问了冯小刚,文中说道,你老婆学藩对你婚外情的宽容,就是对所有女性的侮辱,你说是吗? 而且崔永元在长文中却道,学藩对他婚内出轨,前规则多名女性的容忍是不是已经纵容了一夫多妻子的这种做法呢? 崔永元也曝光了冯小刚对于新入行的女性们的侮辱,要说到这一点,还得说起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前段时间陈道明就是因为不满冯小刚让女性当众跳舞而大骂脏子的视频。 其实大家都知道冯小刚是一个素质比较低下的人,从最初的老梁公开怒劈冯小刚他不配当时一个导演,他就是一个臭流氓,到如今被崔永元疯狂打击,如今冯小刚已变成了一个重视之敌人。 冯小刚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的每一部电影,如果遭到观众的质疑或者差评,他都会炮轰观众,他会认为中国的观众没有欣赏水平,不懂艺术,他甚至说过中国的垃圾观众太多,才导致了垃圾电影太多。 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对中国观众的侮辱,也造成了他的一片骂声。 如今的冯小刚名声已经烂了,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他就有自取的结果。 如今冯小刚和崔永元的口水战已经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作为冯小刚的妻子,学藩却一直都是沉默的状态。 很多网友不禁感叹,难道学藩是对丈夫婚内出轨前规则女星这件事情早已了如指掌了? 冯小刚接下来会怎样回击呢?大家针对崔永元和冯小刚的口水战是怎么评价的呢?